大家好,我是Shena,大家可以叫我紫月,欢迎大家来到百龙桌游资讯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百龙19年7月份的桌游资讯 本栏目将会给大家带来百龙每月最新上市的游戏介绍和各种活动资讯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本月有什么新的消息吧 下面要我看一下第一则送蚌消息 那就是万众期待的柯英布拉终于要上市跟大家见面了 话说在15和16世纪 葡萄牙在发展时代的主导作用下蓬勃发展 柯英布拉市坐落在葡萄牙的中心地带是该国的文化中心 作为柯英布拉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的领袖 你可以通过深化与附近寺院的关系 或者是通过赞助该时代的探险来获得声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你必须要争夺这个城市最有影响力的功名的好感 即便是为了为此付出一些金钱或者是更宗详的保护 柯英布拉引入了一种创新的投资机制 但每轮游戏中玩家轮流选用的投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并对许多方面的决策产生影响 虽然有很多通往胜利的道路 但玩家只有发掘并运用每次新一轮游戏提供的多变的合并效果 才能获得游戏的胜利 特殊的投资人抽和摆饭机制使得争夺柯英布拉最有影响力功名的这个过程非常刺激 结合功名探险队和修道院不断变化的系统作用之下 没有两个柯英布拉游戏将会是相同的 柯英布拉你值得拥有 下面是一款叫做翻转旅程的新游戏 这是一款支持一到五个人进行的游戏 在游戏中你刚刚游遍四方 从美好的旅途中回到家里面 并且邀请了朋友前来游玩 你准备向他们分享这趟旅程的有趣经历 让他们都羡慕一下 没想到打开旅行日记竟发现里面东西都乱糟糟的 聚会就要开始了 究竟你能不能够在游戏的时间内凭着记忆还原日志呢 以便你在接下来的聚会中 能够跟朋友们分享这趟旅程的游戏经历 翻转旅程是一款编程和重新组合图像的游戏 并且让你得到一次在有限时间下安排行程 凭记忆重组事物的有趣锻炼 非常适合和朋友一起玩哦 聚会游戏一定少不了翻转旅程 下面要看下第三个消息 Alier系列又出新游戏了 这是一款超级重磅的游戏 是非常的重哦 这款游戏是由知名设计师夫妇 Incar Brands和Marcus Brands 在2018年的热门作品 The Voice of Crystal 王后谷的崛起 这是一款结合投资工人放置 和传承机制的有趣游戏 为我建造一座城堡 为我建造一座 配得上我皇后的城堡 国王的命令就是我们的目标 在游戏中我们需要前往Crystal山谷 去收集原材料建造这个城堡 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名利和金钱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王后谷的崛起是一款传承风格的游戏 你的决定将会对规则和游戏产生影响 并且在进行游戏的时候 你能够为此创建出独特的游戏体验 升级你的投资 发展王后谷 获得国王的赞赏 王后谷的崛起心酸 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The Voice of Crystal 王后谷的崛起 游戏是这么大一份 一定不能够错过 非常重量级的一款游戏 超级好玩 等着你来体验哦 最新消息 Centry三部曲的第三部 要跟大家见面啦 第三部的名字叫做Centry Early World 它的中文名是 《香料之路 新世界》 这一部讲述依旧是我们的世纪贸易 在15和16世纪之交 我们是一群开始探索新大陆的商人 当时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荒野 在游戏中我们来到了边陲之地 为求生成我们需要狩猎 收集 收割资源 探索 并且与当地的援助居民贸易 之前玩过Centry系列前两部的小伙伴 一定会爱上这一款加入了工人放置全新系统的 《香料之路 新世界》 并且我们的香料之路 新世界 是可以自己单独进行游戏的 并且它也可以跟前两部Centry一起进行游戏 也就是说 拥有我们的Centry三部曲 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七款游戏 并且你可以发现三部曲其实它是可以拼成一副完整的画的 简直就是居家旅行的绝佳收藏品啊 快点来买买买把它们带回去吧 最近我们百龙玩具内部举办了一场问卷调查 调查的内容是关于有百龙玩具出版的游戏里面 你最喜欢的游戏有哪三款 就此我们香港团队 台湾团队和大陆广州团队的 小伙伴都参与了这次活动 从总统计来看 喜欢策略游戏和聚会游戏的小伙伴都是一半一半 策略游戏里面选择最多的是波多黎格 很多人选择它的理由是因为它的机制 并且这款游戏也是非常经典 只因为我第一次玩阿里尔系列的游戏 也是从波多黎格开始的 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经典好玩 其他被选择最多的策略下游戏 有科英布拉啊 像王后古的崛起啊 伯根帝城堡啊 圣胡安啊这样子 果然阿里尔系列的策略游戏都是非常的受欢迎 哦对了 被选择最多的其中还有Sanchu 也就是我们最近刚新出了Sanchu and New World的那三副曲 只因为我选择的三个游戏就是 香料1、香料2、香料3 但现在三副曲终于集完啦 太好了 我还是超喜欢这三款游戏的 理由是因为美光漂亮 并且非常貌美 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聚会类游戏来说 最多人选择了四二柱系列 也就是我们的花装物语系列 因为它的配件非常貌美 非常适合跟女孩子一起玩 很多人喜欢这个游戏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最后一句 看来跟妹子一起玩才是重点好吗 某些游戏其中 我们的Cress 还有我们的翻滚路易 都是比较受小伙伴们喜欢的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欢乐好玩了 没有体验过的小伙伴有机会一定要体验一下哦 好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了解一下 你最喜欢的三款白龙游戏是哪三款呢 评论留言给我们了解吧 我们将会在中感台3D的评论留言中 分别抽取一位小伙伴赠送精美奖替 快点来留言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黑白棋比赛的日期就越来越近了 暂时之前我们中感台3D也是分别举办的世界黑白棋比赛的选拔赛 下面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在台湾刚结束的选拔赛的赛况是怎么样的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不要忘记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三款白龙游戏是什么哦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đ guns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 亲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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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